先来大概重点回顾一下吧 首先当然呢 如果你是线上学习同学 一样就是到教学论坛这边 然后会有个签到的步 请各位一样先签个到 然后另外的话 上个星期的一些相关重点 我们大概来看一下 今天因为是第7次上课 很快 其实很快下礼拜就最后一次上课 所以如果你有一些课内相关的问题 或许可以把它提出来 然后也许可以再来讨论 那这些东西其实还是真的需要花一点时间去做消化 那我们上个礼拜的话 主要是针对同学比较有兴趣的部分 去再延伸 那所以呢上个礼拜我们又补充了一个就是 用那个枢纽分析表分割工作表 那当然枢纽分析表 其实它的主要目的就是帮你做 类似这个群组的动作 也就是帮你把同样一个业务人员 比如说假设我找业务 那总共当然资料可能5000笔 那其实业务人员只有6个的话 它是把那6个人员先群组起来 然后最后帮你做什么 看你是要加总 还是要算数量 所以呢这里面的话 其实最常用到的 类似像sumif conif 类似像这样的用 或者是平均 或者找最大最小 其实枢纽分析表 主要它能够帮我们做这些 但其他它有一个延伸性的功能 这个也是我偶然的发现 就是说你在那个资料上面快点两下 其实它可以帮你把 比如说哪个业务人员的所有资料 再帮你把它怎么样展开出来 而且另外再产生一个工作表 那利用这样的方式的话 其实我们就可以拿来当成是 分割工作表来用 只是说如果你每一次都要点两下的话 假设人数比较多 6个比较 6个还好啦 你点6下 但问题是如果说你今天有更多的资料 那当然你就突发链钢 当然不是好方法 所以上个礼拜的话 我们主要是补充 在云端白板里面的第6个单元 所以你可以 跟大家讲 应该是第5个单元 这个是同学有提出来 那这边有一个叫枢纽分析表的程式 那里面的话呢 其实我就有提到一些 回去你们可以再 把一些细节稍微看一下 最重要就是这个 short detail的属性 也就是如果你今天要把那个 枢纽分析表里面的详细资料 把它分割出来的话 你只要把枢纽分析表做完之后 那当然呢 你用滑鼠是点两下 可是VBA是叫short detail 后面加等于true 它就会帮你把 这个的 儲存歌里面的详细资料 帮你把它秀到另外一个工作表 ok 所以哦 利用这样的方式的话 我们就可以怎么样 把它自动做分割 所以呢 我们这个里面有几个重点 第一个 如何呢 就是 产生那个枢纽分析表 那当然 几个做法 不外乎就是说 你用那个什么 自己滑鼠键盘做 但是如果你每次都要自己来做一次的话 那当然很浪费时间 所以呢 我们可以把它变VBA 那VBA当然 你程式不会写 没关系 你可以录制的 但是呢 录制的过程当中 很重要几个要点 上个礼拜我都有讲 所以 可能回去呢 请各位再把上个礼拜的影片 稍微复习一下 主要就是说 几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说 它录下来的那个 范围 跟工作表名称 它会是用文字 用一个字串 那我是建议 你可以把它转换成 那个 我们VBA里面习惯的写法 就是一个 shoot物件 那如果是范围的话 建议是用什么 用range的这个物件 所以 写出来就是 哪个工作表 ok 等哪一个range ok 类似像这样的 当然啦 如果你不改 没关系啦 因为你不改的话 其实它也能够跑 只是说将来呢 你要再做一些 程式上的修改 相对会比较麻烦 那第二个的话 就是要把 它的version 它的版本把它删 因为我 记得好像常常遇到 问题 就是说 在不同的excel的版本里面 如果你有加一个version 它就会固定哪一个版本 而发生错误 也就是如果你今天是 ECL2010的版本 那当然如果你做完的版本 结果假设你换一个环境的话 那就会发生错误 所以记得把 只要看到version的参数 可以把它删掉 至于怎么删 上个礼拜也有讲到 其他的话还有 这个是上个礼拜我改完之后的 那个枢纽分析表的程式 然后修detail 其他在这个地方的话 这个主要的重点 因为坊间的书籍 其实还蛮少提到 有关枢纽分析表 如何结合VBA的部分 所以假如说 你要把VBA 再结合这个枢纽分析表 这个部分的话 也可以参考我们上个礼拜的影片 我有做一个详细的说明 另外有个范本 其实你可以拿这个当成范本 拿来做练习 OK 因为你会发现 孙detail分析表 每个版本录下来的程式 都不一样 这是比较麻烦的 不过当然有几个地方是一样的 比如说 我要把资料产生出来第一列 比如说业务的话 那其实写法 不外乎就是哪一列 那之后要产生的列的话 就是Add Data Fill 加总架 所以其实你们可以拿去 试试看 用在别的地方看看 OK 所以上个礼拜 几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 包含就是 枢纽分析表 OK 然后分科工作表 那录制 修改等等的相关技巧 那再来的话 就是利用Google试算表 当成资料库 也就是说 如果你今天希望 这也是蛮多同学常常问到 如果假设你不想用资料库 因为其实理论上 假设说 公司很多人都做一样的资料 处理的话 那会遇到一个问题 那当然将来呢 资料怎么同步 那同步的问题呢 以前可能 土把链钢 当然你就复制来复制去 可是问题很麻烦 一定会有一些资料是Loss的 那所以呢 那当然如果你用资料库的话 又麻烦 你可能要架一个server 也是不是 所以如果你假设 比较简单的方法 不如你就是 利用我们上个礼拜讲的 直接把资料呢 放在Google试算表 然后呢 由一个人去统整 也就是 反正以这个Google试算表 资料为准 以后的话呢 大家都去上面去更新它 这样不就OK了 所以 至于做法的话呢 上礼拜也提到了 所以这个地方 上个礼拜 我们主要是讲到这里 那今天的话呢 接着来看 那个第七个单元 那 因为时间有限 所以我主要是针对 那个同学的问卷 去做一些 这个课程的弹性调整 因为我发现 好像大家对那个什么 对那个资料库好像 像这边 几乎没有人填 资料库的部分 所以我资料库 其实讲的相对会少一点 反而是 大家对哪个地方有兴趣呢 就是工作表的合并跟分割 这个部分是最多的 OK 然后好像还有对什么 对那个枢纽分析表 这个部分 好像也选的人比较多 所以我上个礼拜 会特别讲 那个部分 主要原因是因为 刚好有同学有提到 另外的话 你们在那个问卷里面提到的 也相对的比较多 所以我就相对花比较多时间 在这个部分 那另外 大家比较关心的 其他还有像什么 就是把那个 工作表变成 工作部 还有就是说 一些档案处理部分 好像兴趣也相对比较高 好像排第二 所以呢今天的话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 那请各位第一件事呢 就是先帮我开启那个范例档 问题07好了 我们拿这个问题07 因为这个问题07 相对是比较单纯 因为它其实呢 里面啊 你打开来之后 你可以看到 这底下的话 总共就有13个班级 OK 那这13个班级 如果我今天呢 希望怎么样 希望把它 拆成13个档案的话 那这地方该怎么做 不过在讲那个 这个 工作表变工作部之前 遇到第一个问题 因为马上有同学说 老师可是这个 我希望按照顺序耶 比如按照甲乙丙丁 帮我排 排列的话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你会发现 现在甲班 它是放在 123456 第7个 然后乙班的话呢 放在第8第9 第10个 可是如果我今天希望 可以按照顺序 那这个顺序的话 应该怎么放 比较OK 其实我在云端上面 有一个清单 所以待会的话呢 请各位也许 可以先切到 云端白板里面的 第7个单元 OK 那第7个单元里面的 第一个就是 Move方法 排序 也就是第一个 我们在做工作表 分割工作部之前 我们先了解一下 有关工作表 里面一个蛮重要的 方法 叫做Move OK 前面 其实我们有 Shoot 后面方法 用蛮多像 比如说Copy 复制一个工作表 如果说删除 就Delete 可是如果今天移动的话 那就Move方法 OK 那只是说Move方法呢 我们要怎么去做移动的动作 OK 比如说我今天的 我的顺序像 甲班第一个 乙班第二个 然后一直到嗨班 最后一个 比如说我的清单 是希望长这样 也就是说 我希望将来呢 我的Excel工作表 当然不是叫你 土法链刚 慢慢去移动 因为如果你土法链 慢慢移动的话 哇那不得了了 这真的很花时间 每个都要再重新排一次 但是如果说我今天呢 可以让它自动排序的话 那应该怎么做 请各位第一件事 找到这个清单 这个清单 但问题来了 这个清单 如果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也许你们可以拿这个 在第2页地方有个清单 然后底下的话 请你把清单底下 这些顺序 其实这 底下的这个班别 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个资料 那你可以把它Ctrl C 清单 选到嗨班这边 然后贴的话呢 请你把它贴到 干脆贴到那个 甲班里面的I栏这个 把它Ctrl V 贴上 OK 那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只有直好了 符合格式设定 OK 好 然后呢你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我们要的清单 你可以看到 第一列的话是清单 第二列的话呢 就是甲班 所以如果今天希望按照这个顺序 帮我做排列的话 那该怎么排 OK 那第二个的话呢 所以 待会前各位先帮我把它贴上 OK 第一个 那第二个的话呢 练习一下目符方法 那练习的方法 我前面有讲过 你可以从开发人员里面的那个Visual Basic 那打开之后 其实呢 假如说你还不想 还不是要写程式的话 你可以用什么 简序里面的那个什么 即时运算四川 或者按Ctrl G 这边的话 其实就可以让你 在这边先练习一下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 帮我把甲班 移到第一个的话 那语法你可以在这边打 他语法的话就是Shit Shit的话是哪一个工作表 那你刮符之后的话 你可以后面加上 也跟他讲说 我要把他甲班 OK 这个工作表 移动到 移动的话 刚刚讲过 点目符 目符后面 空一格之后的话 那请各位注意一下 如果你要移动到 也是跟那个 这个前面Copy的方法很像 前面我们用过那个Copy 复制的话 其实目符方法跟Copy有点像 就是说你要移动的话 那请问一下你要移动到 哪一个的前面或者后面 所以我要移动到 第一个的前面的话 那记得 第一个的前面的话 要记得就是before 所以你要打一个before 冒号等于 后面跟他讲说哪一个 所以特别注意 第一个的前面 那叙述的话先before 冒号等于 然后跟他讲说我要移动到 第一个 那第一个的话就是 序值1就可以了 当然另外一个叙述 就是你这边也可以 把它改成升班 的前面 不过其实 这个地方 当然你用1 比较简单 第一个的前面 所以如果你enter的话 你会发现 他就会帮我把 假班 移动到 升班的前面 那意思是说他跑到第一个 我们来试一下 所以你enter看看 enter 有没有发现 这个时候呢 假班 就被移到 第一个了 所以如果假设 我们可以配合一个清单 这个清单的话 也许可以用for回圈 for i 等于第二列到第14列 然后做什么呢 分别把sales的i列 i列的i欄 i欄里面的 第几列的资料 比如说第一次 先取到假班 然后把这个假班的 资料怎么样 放到这边来 ok 放到这边来 那这样不就可以怎么 不过他另外一个 before哪一个 比如说你今天 第一个假班 应该是放在那个 什么 第一个的前面 所以这边是1 那我们可以怎么 第二个就放 应该是第二个的前面 所以放在什么 第二个的前面 这边就放一半 再第三个 第四个意思 那这样不就按照 我们要的顺序 分别排列了 ok 所以请各位先试试看